跟著我們一起拍手 你的愛是永不知己 祝你思念環繞我 你的愛是我熟悉 心中喜樂不足滿意 萬物都向你吳喊 讓讚美充滿全力 黑暗成就會過去 未來你犧牲自己 帶你爭狂救我的長生命 你的愛是永不知己 祝你思念環繞我 你的愛是我熟悉 心中喜樂不足滿意 萬物都向你吳喊 讓讚美充滿全力 黑暗終究會過去 為愛你犧牲自己 在你爭狂中獲得著生命 射出大的雙手 射幫你祝天榮耀 祝你思念環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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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祢四面環繞我 祢的愛是我熟悉 心中喜樂不足滿意 萬物都向祢呼喊 讓讚美充滿決定 黑暗終究未過去 為愛一起順自己 讓祢爭光中獲得著生命 我鑽住那個雙手 釋放你輸天榮耀 舊日和燈的奇妙 與祢同情樂的美好 讓生命輸光照耀 我鑽住那個雙手 釋放你輸天榮耀 舊日和燈的奇妙 與祢同情和的美好 讓生命輸光照耀 我们终究会过去 为爱你牺牲自己 在你阵光中我的将生命 黑暗终究会过去 为爱你牺牲自己 在你阵光中我的将生命 我删除大胆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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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你祝天如药 只要适合的可静调 与你同情和的美好 让生命蒸放照样 我删除大胆双手 将天尝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尝开你的痛再降下来 将天尝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我删除大胆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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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天尝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尝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尝开你的痛再降下来 我删除大胆双手 将天尝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我删除大胆双手 我删除大胆双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养 荣耀为命 天上地下 再永恒你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养 荣耀为命 天上地下 再永恒你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把座前进摆布一起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把座前进摆布一起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将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将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将下来 王国敞开你的荣耀将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将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将下来 王国敞开你的荣耀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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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万国赞叹你 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在迟高之处 我心上感恩 在迟高之处 我举手敬拜 天使天聚 同声赞美耶稣 最大的荣耀 都归于你 一起来 在迟高之处 我献上感恩 在迟高之处 我举手敬拜 天使天聚 同声赞美耶稣 最大的荣耀 都归于你 在迟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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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敬拜 天使天聚 天使天聚 同声赞美耶稣 最大的荣耀 最大的荣耀 都归于你 在迟高之处 在迟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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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配合 最大的荣耀 在迟高之处 最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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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平安 在地上平安 耶稣 最大的荣耀 都归于你 在枝高之处 我献上感恩 在枝高之处 我举手祈拜 天使天群 同声赞美耶稣 最大的荣耀 都归于你 在枝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信任的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赔的 最大的荣耀 在枝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信任的人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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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赔的 最大的荣耀 在枝高之处 我献上感恩 在枝高之处 我举手祈拜 在枝高之处 我举手祈拜 都归于你 赔的 最大的荣耀归于神 都归于你 赔的 最大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信任的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以赔得最大的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以赔得最大的荣耀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 都给你耶稣 以赔得最大的荣耀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 都给你耶稣 以赔得最大的荣耀 以赔得最大的荣耀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是的我们要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要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 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意 握出荣耀 你我主 一生一意 握出荣耀的故障 勇敢地 像这妙的翅膀 要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要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 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意 握出荣耀的故障 勇敢地 像这标杆直袍 将自己 献上当作活迹 做主圣 且归众的器皿 你丰富恩惠 毁彼宗族 将问我 使我瓦基里 充满我的能力 将自己 献上当作活迹 求主圣 且归众的器皿 你丰富恩惠 毁彼宗族 教官我 使我瓦基里 充满我的能力 我们对主圣 将自己 献上当作活迹 做主圣 且归众的器皿 你丰富恩惠 毁彼宗族 教官我 使我瓦基里 充满我的能力 祝你丰富的恩典 要浇灌我们 祝我们虽是瓦器 但是在我们心里有那么大的能力 就是耶稣基督 你自己要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啊 愿你来 愿你来兴起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地 能够为你做光作严 让我们能够在这地 为你发光发热 主啊 让我们能够一生 要来紧紧的跟随你 主啊 我们说我们好爱你 主啊 我们好爱你 在新的一年当中 主 我们愿意更多的爱你 更多的渴慕你 要更多的得着你 神啊 你是生命的真光 当光来了之后 黑暗就要退去 当你来了之后 仇敌就要退去 当恩典来的时候 咒诅就要退去 当医治来的时候 疾病就要退去 当释放来的时候 捆绑就要退去 主 会说我们谢谢赞美的恩典 主啊 让我们能够在今天 主 我们来到祢面前 来向祢献上我们赞美的祭 主啊 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 神啊 你来兴起我们 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器皿 兴起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大军 兴起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因为我们能够在这地 能够成为神的那美好的见证人 神啊 约你来 神啊 约你来 约你再次用火热的心 火热的灵来交供我们 让我们对祢的心 有更加的渴慕 让我们能够举手敬拜祢 不论是高山 不论是低谷 不论是欢喜 不论是忧愁 主 我们单单的 就是要来敬拜祢 就是要求祢 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 主啊 愿祢来掌权 主 愿祢兴旺 愿我衰微 愿祢兴旺在这个国度里 愿祢兴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耶稣我们感谢祢 耶稣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这样子祷告 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 让我们用主导文一起来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祢的名为神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敌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 阿妹 弟兄姐妹请坐 把读今的时间交给玉昕姐妹 我们今天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记载在圣经的三处经文 第一处是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三节 一起请 星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哪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陷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第二处在真言二十九章十八节 请 没有异象 明就放肆 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第三处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 雅基炮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念神的话语祝福带领各位 以下教会消息 今天是2017年的第一天 感谢神的祝福与带领 我们共同迈入新天新地的2017 在今天为我们讲到分享的题目是 新起发光 以赛亚书六十章 新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啊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向你显现照耀你 天桥教会有神满满的恩典与祝福 在2016年底 从12月18号到12月25号 总共有53位的成人的弟兄姐妹接受洗礼 以及有17位的小朋友接受洗礼 接着有9位的弟兄姐妹接受转集 以及8位接纳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向神献上感谢 将荣耀归于神 每天西山读经 与属灵同伴一起学习圣经神的话语 培养成熟稳健的人生价值观 从这个礼拜开始2017年西山读经的进度表是新的开始 请弟兄姐妹到行政办公室索取西山读经进度表 鼓励弟兄姐妹都加入西山读经的行列 若您对西山读经有任何的问题 请洽各区的牧长以及小组长 FM89.1南都广播电台天桥之音福音广播节目 在礼拜天早上8点到9点所播出的天桥之音单元 在今天1月1号播出第135集 由林宪平牧师所主讲的《这就是福音2》 晚上10点到11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 这个礼拜天播出第130集 《认识并相信主耶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 由达阿民弟兄专访 晚上11点到12点古典音乐心灵鸡汤单元 这个礼拜天播出由贝多芬以及查理·史特劳斯音乐作品 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 并分享给身边可慕福音信仰的朋友 以下是总务部施工报告 教会的环保车停放在厨房旁边 进行资源回收 回收的品项包括电器、电脑、报废车、纸类、铜铁、饮料杯以及宝特瓶 不回收的品项包括塑胶制品与玻璃瓶 请弟兄姐妹多加利用 并帮忙事先做好垃圾分类 以便同工整理更有效率 接下来让我们以充满喜乐的掌声 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 为我们讲道分享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2017年恭喜 请向隔壁的请安一下好不好 援助的平安有没有同在 我们昨天晚上敬拜到12点多 很多人都很累 但是我一直想到说今天早上要见各位的时候就会很快乐 不知道各位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会活得很好吗 还是很忧伤 最近台湾的整个社会的氛围不是让我们觉得很平安 我看到很多人在喜乐当中都带着忧愁 还好我们信的主还有些希望 如果没有主我看到 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活下去 每天都有人在抗议 台湾的社会已经变这样 每天都有人拿着旗子到立法院到总统府 到小英的住宿区去抗议 我就发现到台湾已经 大家都没有事做只是在抗议而已 但是其实如果你读到以赛亚书 你看一下今天的以赛亚书第60章 你看看好来 他说 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他说你要兴起发光 喜安啊你要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喜安 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个喜安就是大卫敬拜的地方 也是他放会幕的地方 也是他建造宫殿的地方 叫做喜安 所以大卫的宫殿是建造在喜安 所以他说你要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怎样 已经来了 神的荣耀发现要照耀你 神的荣耀已经发现要照耀你了 因为你过去是没有光的 再来你看一下第二节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那个黑暗他把它翻 英文叫做Darkness 但是幽暗是什么呢 他是讲到Seek Darkness Seek T-H-I-C-K 我等一下会解释这个事情 他说整个黑暗呢 盖着大地 那么幽暗的意思 我们不要以为他是比较不暗的 他是更暗的 他是很激烈的暗 他是没有希望的暗 他是一种很浓厚的暗 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 有时候在晚上 看到天上有星星 可是手一伸出来的时候 是看不到五指的 暗到这个地步 就是暗到这个地步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情况好像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就是好像整个大地都很黑暗 看到整个百姓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黑暗 临到我们好像我们都喜乐不起来 看到公务人员喜乐不起来 前几天遇到一个公务人员 你跟他说我没输 为我们祷告 我说怎样 我的退休金快没有 这十年后就领不到了 我说感谢兄弟 我是一辈子没有领过退休金的 昨天 我们要敬拜之前 就是四点半 我们开始敬拜之前 有个老师来找我 说牧师傅要祷告 我说什么事 他说他在五年 本来在五年要退休的 可是法律改变之后 他必须要在六十五岁退休 他听了以后分倒了 而且退休之后一个月才能够领三万多块 还是四万块 我忘记了 他说我不晓得怎么活 他要养孩子 一家五六口都靠他在养 怎么够呢 你知道吗 大家好像都很忧伤 你知道吗 我做老板的人也很忧伤 什么叫做一例一休 有没有很忧伤 教会的弟兄请了很多人 他该诊所请了很多人 我就问他说 某某医生啊 你有没有一例一休 有没有很痛苦 他痛苦到不行 我说为什么 他说怎么发薪水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 怎么发薪水都不知道 他说你怎么办 他说很简单 比较简单的就是 叫所有的员工 组成一个自治委员会 然后呢 他们自己发薪水 自己算 老板就不会算错嘛 你知道 我们教会的同工是不敢 人讲这种一例一休的 你知道吗 他们一讲我就请他走路了 因为我们是24小时上班的 薪水又低 24小时上班 船道人就这样 船道人不能跟我 以世界的人都一样 不够工人就不一样 好 来 你有没有看到 整个台湾的社会 都很负面 然后看一个台北到 陶衍国际机场的一个快捷 盖了那么久 盖了十几年 盖到现在 还不敢通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零件 小小一个零件坏掉 整个车子就会崩下去 所以他治到今天都还不敢 怎样 开车 有没有危险 你如果看到 今天的孩子的吸毒 是从以前是在国中生 现在已经降到12岁 已经降到12岁 已经降到12岁 有没有恐怖 已经降到12岁 前几天我又看到立法院 立了一个案子 叫做吸毒除罪化 吸毒 你知道吸毒品没有罪 那有可怕吗 有没有恐怖 你可以看到 平权问题有没有很严重 平权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 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呢 它就成为问题 我在想一个问题 我在想说 台湾真的是黑暗 遮盖大地 所有的百姓 有个更大的黑暗 把它笼罩住 过去呢 男男在一起 女女在一起 大家都看习以为常 也不会骂他 可是 你知道定了条例之后 大家都会说 这是同情恋 你知道吗 有没有问题 很大的问题 如果他们养孩子之后 那个孩子到学校 人家问你说 你爸爸是谁 我爸爸叫双亲 我妈妈也叫双亲 没有父没有母 两个都什么 叫双亲 那孩子会不会被歧视 会不会被正常人歧视 所以本来就没有问题的东西 他拿出来把它讨论之后 变成什么 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住在安平的人 有安平就住在安平 然后他 我前几天上个礼拜 问他说安平啊 生意好不好 他说 好不好安平 这讲这种话 这很基督徒的话 在神的里面都是什么 一切都是恩典 所以不好也是什么 恩典 OK 那你 那个看到还好 我们就是还有 在幼暗当中还有一些喜乐 因为有神的恩典 但是其实是怎样 很不好 我基督徒真的是在患难中 要非常会喜乐 你知道吗 其实我在跟他讲的时候 他说少了一半 就是切了一半 那么那些常在买东西的 弟兄姊妹跑去哪里了 他们都不来了 你知道 这些中国人不来了 那生意就很不好 你可以看到 台湾不只是这种毒品的问题 也不只是 这种经济的问题 你会看到 台湾的隆地道德开始怎样 有些沦丧 精精诚诚 夫妇指指这种关系越来越 怎样 越淡薄了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越来越淡薄 总之 看起来这个国家好像是 没有什么希望 你知道吗 前几天我又看到 中国谎话恐吓台湾 他们在72个小时就可以拿下台湾 那我跟一个军人在谈的时候 他跟我说 牧师72小时是他们算的 我们算的是 我们多少人会起来跟他打仗 他有讲一个道理 他说我是飞行员 如果真正要打仗的时候 我们大家 很少人会起飞的 等着他们把跑道炸掉 然后飞机就怎样 不能起飞 他说瞬间 台湾的跑道都会不见 有没有恐怖 你听到这种东西以后 你会觉得啊 台湾怎么办 救救台湾 有没有 你会看到最近 台币扁得不得了 有没有 32点多了 我看到教会一个姊妹 专门在那边 买美金跟 卖美金这样 一人跟他赚了很多钱 他不久之前 我说牧师美金可以买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 牧师你一定会知道 神一定会告诉你 我就请他给他买 不要常给他还 他就31块3买了 你知道 他买了很多钱 然后呢 32块多 32块5 他就怎样 就卖掉了 卖到最高点 很厉害这个人 我就搞不清楚 怎么会台币扁成这个样子呢 我在想说 有没有活在一种 幽暗的当中 一个大黑暗 笼罩这个国家 但是唯一的喜乐是什么 我们有耶稣 就像圣经所说的 在犯难中 要怎样 欢欢喜喜 你有没有看到整个 黑暗也支开着大地 我一直看到台湾的人 一直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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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台湾的心灵 真的很空虚 但是台湾的很多的庙 也在改善 也不错 最近我看到台北有一个天公廟 说将来进去 拜拜的时候 不可以烧香 不可以烧金子 他们也进步了 用心灵去敬拜神 他们谈的就是说 不一定要烧香 用心灵比烧金子 还有烧什么 烧香更厉害 你知道吗 他们已经把基督教的文明 放进去了 也不错 我也看到天公廟的那个 他们的小姐 常常在算命的那一个 在第四 不晓得第几台 有个算命台 她那个姊妹 去年也被带信主了 你知道吗 那个继承者已经信主了 所以那一个 天公廟很快就要关掉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进步了 这是一个希望 我觉得这是希望 但是呢 你回头来看第一节 你回头来看第一节 你看来看第一节 你看来看第一节 他说什么 兴起花光 如果用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教会要兴起怎样 花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 耶和华的荣耀 要发现怎样 照耀你 耶和华的荣耀 已经发现你 你在黑暗当中 在幼暗当中 他要照耀你 你如果用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 就说 我们基督徒要怎样 兴起 要花光 因为 神的光已经临到了 他要 发现怎样 照耀你 让你里面充满什么 他就是光 耶稣说我就是光 耶稣说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光 光一定是放在桌上 照亮整个房间的 那个光很少是放在 躲底下的 放在桌底下的 他没有办法照亮的 光一定要放在哪里 放在桌子上 耶稣说他是光 他就是光 你如果在读 旧一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 神要我们 述收他的光 述收他的荣耀 述收他的荣美 述收他的光 对我们的引导 已看过 所以一个基督徒 当你活在 在这个世代 都很黑暗的当中 都很黑暗的当中 你还可以看到神的光 要发现怎样 照亮你 照亮你 所以呢 在很不景气的时候 基督徒还是怎样 很景气的 上个礼拜 我们在讲感恩的时候 有一个卖房子的 告诉我说 他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像2016年 卖那么好 他在去年 赚了200多万 也不错 我说 你怎么就特赤了 你知道 做高兽 一国而已 十万 一年百多万 买家的人 一国一年两百多万 你是到底特赤好 还是不要特赤好 我在想 读书 读到最后三十几岁 才能赚钱 你知道吗 做牧师也不是好赚的 你知道 我上次讲说 做牧师就是从小一直 读到三十岁 大部分都读到三十岁 然后开始做船道 你知道吗 做船道之后 开始领薪水 然后这个长老 会管得很严 然后你娘姐要做啥 你知道吗 我在澎湖的时候 我们那个执事 就常来找我 林船道 你领那么多钱 看什么 我说 我也领很多吗 我说有啊 你看看啊 你一个月领九千块 我刚当船道那一个月领九千块 然后他就在挑战我 说你看看喔 我的儿子 在做公务员 一个月才一万二 你领九千 我说我九千 跟他一万二 还差三千 他跟我说 不是这样算的 我是领十六个月 你知道吗 领十六个月 然后领十六个月 我的房租是不要钱的 油是教会出的 店是教会出的 店是教会出的 电话费是教会付的 所有都是怎样 教会付的 而且他告诉我说 我的米也不要付的 我说为什么 我跟他说是什么 他说都要送你 那个人在卖米 他把顺利金二组 我怎么了 都不要钱 我是白领了九千 他觉得很天挑战 所以一个春到年 如果领了九千块 你会平安吗 但那个三 差不多四十年前 隔了两年之后 我就领了三万块 那个弟兄 跟我挑战说 那时候我已经当牧师了 你是台湾领最多钱的牧师 你要负责任 这个教会 不能倒掉 天天跟我挑战 领了三万块 每天都会心惊胆跳 然后开会的时候 肚子都会痛 每次开会我肚子就痛 没有办法 因为太紧张了 你知道吗 没有啊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当一个基督徒 活在世上 无论是活在世上的 或是当传道的 他们都有他们的难处 今天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有我的难处 你知道难处是什么 我怎么样的花光 我怎么样的让这个教会花光 我再说一次 我做一个传道人 我在想说 怎么样让这个教会兴起花光 也让我自己怎样 兴起花光 凡是看到我的人 他们就知道有光在我身上 在这个黑暗当中 我好像是很多人的希望 你知道吗 很多牧师说 你过得那么好 神那么爱你 告诉各位 神没有特别爱我 神不是特别建固我 神是特别建固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祂会建固每一个人 看你用什么心态 你是用黑暗的心态 一直看黑暗 你一直看黑暗 你一直看光你就跟着光走 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这个礼拜很简单打电话给我 牧师我们要再去立法院再一次 我牧师被冲伤了 你说哪来就来 你一定要来 你以前那么样的情走街头 你今天怎么退收了 我说我今天已经看到光了 我说你一定要出来 特别 还有一个人 他就是南门路 你知道吗 南门路 跟虎前路有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在楼上 那个牧师姓陈 你牧师一定要出来 我们台湾人一定要出来 我说你怎么会变台湾人 你不是带米国母吗 我要去做街头做你外面 你丢鸡蛋 我说丢鸡蛋不够力量 他丢什么 我说丢手榴弹 用写的就好了 我到底什么事 他说我们在立法院 我们26号去抗议 抗议 然后呢 冲到立法院去 所有的 很多人都被绑着 有没有 用手被 你有看到这一幕吗 有没有 他说我们太阳花的人 冲进立法院的时候 民进党是为他开门的 现在我们冲进立法院的时候 民进党是把我们手绑着的 这是什么国家 我说你只有看到黑暗 我早就告诉你 不可以投他 你会被他骗的 因为他是这样 这样起家的 我不是 我们是从台独到民进党 直到今天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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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的时候已经很慢 我知道 我还没去投 现在所有人都说他没有投他 他票那么高 怎么可能你可能没有责任 你知道吗 你看看 有没有 很严重 然后看到一个影片 一起在立法院 然后有那个平权的 还有什么 反平权 反平权就是我们 那个平权的人 就是把那一些 反平权要抱出去 然后要把他 要把他抱出去 有没有 就是他们变成立法院的警察 我说这是什么国家 他说林牧师 这是什么国家 我说不要生气 要看光 我要喜乐 我们终于有一天 是面对这种 这种政府 然后你要怎样 喜乐 你一定要唱 德胜 德胜 德胜在怎样 德胜 他说怎么唱 我就唱给他听 德胜 德胜 哈利路亚 他不是夜战唱的吗 我说夜战唱的 对 现在怎样 基督徒开始要唱这种歌 基督徒不是一直看到暗 兄弟妹 我知道你一直看到暗的时候 就会被那个暗捆绑 你声音不好的时候 看声音不好你就会被捆绑 你一定要看到什么 耶稣是什么 他是光 不用说 他是光 我们要心里是怎样 花光 我们要起来诉说神的荣耀 我们要诉说神的作为 所以我做一个传道人 你在想说 我怎么样的花光 让人家接近我的时候 他知道我就是神的儿女 当人家看到我的时候 就看到什么 我就是神的儿女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这种人是很精明的 都怎么样 我们有时候是很疑笨的 你知道吗 是很傻的 不是像你那样 你看我在世上很精明 你们都以为牧师很聪明 错了 牧师是很容易被骗的 你知道吗 我只在被骗当中在过生活 这样 有一个老人 大概大我差不多七八岁 大概七十五岁了 有一天他就拿了一个 扩大机来卖我 牧师 哇 这个是美国六十年前的RCA 这个有多好 多好 多好 因为我急着要钱 卖你四万五就好了 我要拿四万五给他说 忽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你怎么不查一下资料 结果我就跟那个老先生说 你先回家 我查一下资料 你知道吗 我再怎么查 翻遍了所有RCA的资料 就是没有这个扩大机 你知道吗 就是有那个名字 用磕的而且落在上面的RCA 这样有厉害喔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老弟兄 我说老弟兄啊 我很想买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资料 他说找不到资料才是真正的东西 这个才是很贵你知道吗 因为他太稀有了 所以今天已经没有资料了 你知道吗 这样有厉害嗎 我说 喔 这样喔 那你 那你才会判断 他说 不行 你要减价可以 你如果要减价的话 我也可以涨价 他说 买东西 你买东西 你买东西 他说 我要去买价 他说 我要去买价 他说 我要去买价 我说 不好 你又懂得如何 你不要涨价 四万五先好 我再问一下 我再查一查 我再打电话给一个 专门在做这个行的生意 我说 弟兄啊 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啊 林牧师 我告诉你啦 没有啦 那个RCA的牌子 上个礼拜他来叫我磕的 我说 你怎么磕给他 他说 他就早这样磕 我就磕给他 他说 你怎么做这种工作 你跟我 牧师 这个喔 要没有什么好好以外 这公司已经不在了嘛 他就磕一个牌子 放在不是很美吗 我跟他讲说 这个样 他卖我呢 你是老教 你还会被骗吗 我说我差一点被骗 你知道喔 你对不对喔 我就打电话给他 你看喔 我们这种人喔 要聪明喔 你不能跟他讲 那是假的喔 弟兄姊妹 你如果在卖古董 人家跟你讲说 或者你家有古董 一个古董商 如果来到你家 跟你说 啊 这个东西很好 我看不到 那就是假的 你觉得有 他会跟你说假的喔 你听懂喔 你如果去买古董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句话喔 我再说一次喔 这个东西很好 总是我看不到 你知道吗 我常去人家看东西 人家 不是 这真的假的 我都说什么 喔 这东西有够正片啦 真的我看不到 你知道吗 就像你们 有时候常常问我 我说 牧师啊 我的儿子要娶这个女儿好不好 你知道喔 我这时候我祷告祷告 你就听懂嘛 你知道喔 我祷告祷告就是怎样 就是不好嘛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老弟兄 那个老弟兄呢 我跟他讲 喔 这喔 已经有太久了 我现在如果这些东西 里面很多东西 我要找零件是很难的 我觉得喔 你卖我太便宜了 对你来讲也不好 你应该可以 卖得更贵 他就说 好啦 不要买你啦 我贴得买白朗 这种人就生气了 不过跟他买就生气了 他知道他卖我真的 还假的 还假的 然后他就差不多 三年就没有来见我了 我们家的喇叭 他把那个喇叭的单体是跟他买的 坏掉了 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 哎呀 单体坏掉了 你不要收你 你不要收你 叫我还要做什么 很凶 很凶 对不对 我在想说 世界上的人 就是带着一种捆绑跟黑暗 我们这种有光的人 遇到这种声音 要怎样 喜乐 你知道吗 我说 啊 不好意思 我就不要收你 你把那个公司的柱子给我 我送给他 他说 你要做啥 我的服务 他怕我跟那个公司接洽 就知道他卖给我的是很贵的 连这个他都骗我 你知道吗 他一颗卖我4千 他拿2千卖我4千 那我何谈不 很好赚 你知道吗 赚得不行 那一笔我就让他赚了20万 你知道吗 买得很 好像40颗还是80颗 我忘记了 可是呢 最近啊 他要打电话 半夜打电话给我 半夜喔 你要星级花光 就任何事情 你都不要生气 你都要星级花光 半夜 他哪里给我 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怎么 半夜醒过来 然后看一个哪里 他说 林牧师 我很想你 七十几岁的人 写一个哪里给我 说他很想我 我说 什么事 他说 我好像有送给你几支 RSD的管子 我说 哎呀 差点没够在便宜 半夜 他说他送给我 我说没有 他说他记忆中有 我说没有 我说几年了 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 他忽然醒过来 他说他寄给我管子 然后有没有放在我这里 我就跟他讲说没有 没有 我叫他说 他说现在四点半你好好睡 睡醒了再收 这样 结果睡醒之后 我就主动 这种事情你不要逃避 你要主动出击 你知道 我打电话给他 阿弟 先生 你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 哪里给我 说送给我什么管子 你醒了没有 我问他醒了 醒了醒了 我陷错了 我陷错了 不是你 另外一个对不对 他马上就说怎么样 陷错了 如果说我想看看 可能有 你就完了 你怎么听到 这种市场的人 跟牧师是不太一样的 你知道吗 然后 我忽然之间跟他 签完电话以后 他大概一个小时 就要打电话进来了 我说牧师 就是 我跟你想买几个管子 我昨天跟你讲错 你知道吗 结果他来了 那天消费 足够买一辆 他的消费 现金消费 足够我去买一辆 小小的那种车子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进来的时候 我就心很狠 要杀他一笔 你知道 我已经为神星起发光 我想跟各位说 你有没有想说 在这个世上 神呼召你是来做光的 神呼召你是来过荣耀的生活的 那么在这个世上 他是有一群幽暗的百姓 有一群黑暗的百姓 黑暗是代表着邪恶的势力 代表邪灵的势力 整个充满在整个大地上 幽暗是代表着整个更 因为黑暗的势力 灵界的势力 或是环境黑暗的势力 已经笼罩在人心的里面 让整个人是活在那种 龙内的黑暗的里面 是看不到未来的 人是看不到未来的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用今天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确是看不到未来 但是神说他就是光 他就是光 今天的基督徒就是光 你就是要带领 这些黑暗的百姓走向哪里 走向光 走向荣耀 走向耶稣 今天的教会 是应该是兴起花光 把黑暗的百姓 把整个社会 带进到神的里头的 我们没有办法独善其身 在这个社会当中 教会不能说 我是教会 我只是在做敬拜 今天的韩国教会 已经从37%的基督徒 降到28% 降了9% 为什么降9% 所以教会就是把门关起来 他们自认为我们在教会 祷告禁食 喊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然后更多的基督徒进来 让神的心意都得到满足 其实神的心意不只在教会 神的心意 其实要所有的基督徒 走向社会去花光 让教会在这个世代 也能够走进社会去花光 所以教会不只在敬拜 今天的教会就是应该走进这个社会的里面 去发挥影响力 去发挥莫大的影响力 我在去年的9月份 我跟我们的社工说 跟小姨说 小姨啊 我们不能够单单一直花钱 去做这种肉食幼儿的工作 我们养了很多肉食幼儿 从花莲 台东 高雄 屏东 台南 澎湖 现在已经到基隆 我们有这么多的能力去养这些孩子 可是完了之后呢 这些孩子毕业 从国小毕业 国中毕业之后 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你应该要想说怎样的 让他有爱 然后信耶稣 不只是教他品格教义 而是要教他怎样的去依靠耶稣 小姨看幾年前就是想 这个东西想不通 我去年就强迫他 你知道 要兴起花光 要把更多的活在这种 阴暗当中的百姓把它带出来 真的 我每次看到他给我的报告的时候 我心中都很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孩子 在这边 这海边的孩子们 他们的父母 爸爸都是台湾人 妈妈都是新移民 有印尼的 有越南的 你知道吗 有印尼有越南的 还有中国移民 中国移民素质还很好 你知道吗 最近我看见 我们教会的中国的新移民 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很容易就跟我们融入 你知道吗 这些移民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会认同这块土地 爱这块土地 那你可以看到 越南人来到这里 要不要学中文 那个印尼要不要学中文 他们整个过程会不会很辛苦 他们怎么教小 也怎么融入这个社会 是很难的 而且大部分 在 这个 我有一些研究 在城市的人 娶不到老婆 或是说 他们到中国去做生意的时候 会娶到非常漂亮的 中国的姊妹回来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人的姊妹 都比多年 去印尼要怎么 更漂亮 我们有中国的姊妹在这里 去移民 这个 对 我们这才有一个很漂亮的移民 你看 那个 我们这个姊妹 她读大学毕业 然后来到台湾 她也拼命的 有一天我就看到她卖东西 我说 你卖这个东西有谁买啊 她跟我說 我这么漂亮 人家看到我就喜欢买 我听得有 我就越看怎样 她真的越漂亮 真的是越看越漂亮 所以我在想说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孩子们 谁照顾 我教会有责任 这些印尼 越南 新移民的孩子谁照顾 教会有没有责任 教会有绝对的责任 今天 教会 对这个社会有没有责任 有责任 所以我上个礼拜 大家以为我在讲笑话 你看看伯利的信主 舍下了过去的时候的一切 子齐舍下了过去的时候的一切 在信主 这是不是胡音 是不是兴起化光 你看到伯利的医生 在三十岁以前的伯利 跟三十岁以后的伯利 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最近还跟我微通的电话 说 喂喂喂啊 我们什么时候 你那个导演 拍你那个微电影的导演 什么时候在见面 他说 明天可能就会来 伯利最近在拍个电影 把他一生拍成电影 然后我问说 伯利脾气好一点没有 孟师他改太多了 我说怎么改 以前很凶 刚刚当传道说很凶 最近很温柔 我说你不要跟他说生 你要跟他说亲 他真的变得很多 他真的变得很温柔 遇到事情都很忍耐 讲爱心 我觉得 他跟我讲有点肉麻 我觉得我嫁对人 姊妹我问各位 你嫁对人了没有 他说他嫁对人了 你看我听了以后 心里很喜乐 真的蛮喜乐的 所以呢 今天的教会 对社会有没有责任 1995年 1996年 我们的教会 对社会有责任 我们开始做得胜者 台湾的所有的国中生里面的得胜者 就是由我们教会开始的 我们就发起的 你看 我们对这个社会有没有责任 有责任的 你看 当赖清德 他要当市长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扶持他 希望他能够信主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支持到以色列 对整个行程是 我们教会的长老陪他 陪他 陪他祷告 陪他敬拜 我们对他有没有责任 有责任的 我们真的对社会的每一个人 都有责任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鼓励自己说 主啊 让我兴起花光 当你的光照样的时候 所有的黑暗 不爱你的都会离开 但是喜欢光的人 他就会就近你 我再说一次 两极 一样 就是你的光 一兴起来的时候 你这个人一兴起来的时候 不喜欢光的人就会离开 他永远活在黑暗当中 那一种呢 就是会 他喜欢在就近光 他喜欢在就近光 来跟你生活在一起 因为他希望 从黑暗当中 被改变 被突破 以前我住在福建一街 我的电话是2973838 这个电话蛮有趣的 2973838 你不用再打这个电话了 这个电话把它取消了 一个半夜 打电话进来 马里在哪里 打电话 马里在哪里 我说先生 你要找马里 我说 你要打哪里 你这不是酒店吗 我说 不是 这不是酒店 你那是哪里 我说 你那是酒店 我说 我是牧师 酒店就酒店 牧师 不要假 我说 你要打多一 他说 我要打2973839 我说 我这就是2973838 他说 你什么人 我说我牧师 他有多小 老这条 你看 他应该在听到牧师的时候 是天堂的呼声 对不对 他是马上怎样 还是喜欢谁 还是喜欢玛丽 你就知道 真的要把人带到光里面 有没有很难 而且他这个 你在星期挖光的时候 要去陪伴一群黑暗的百姓 让他们黑暗一直出去的时候 真的是很痛苦的 你要帮助一个人 去除去他所有的 过去黑暗的价值观 这很难的 因为他们一直被黑暗捆绑 所以很可怕的就是 我们这些人 就是让过去 所有的黑暗的能力 幽暗的能力 然后遮盖我们这个地方 虽然我们接近光了 可是那个 其实那个生命里面 所有的潜意识都还在 你要把它完全改变 要把它更新 是很难的 你要把它改变 要把它更新 有没有很难 这很难的 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 十岁的时候去买菜 我阿嬷叫我去买菜 我就这一手拿着篮子 这一手在走路的时候 就这样走 忽然之间呢 我就伸进人家的口袋 拿出来的时候 一张五块钱的 就在我的 在我的 我的这个 在我的这个手当中 我两手会发抖 这个手会发抖 为什么呢 怎么会五块钱不要拿出来 然后拿在这里 到底要还给人家 还是不还 要还给他的时候 要怎么说 不还给他 放在口袋有罪恶感 你知道吗 到最后 我很挣扎的时候 选择了罪恶感 因为很难得 有五块钱会拿到 那经过了将近 现在已经67岁了 我在走路的时候 都会看人家口袋 都想说什么机会呢 再渗进去 出去的时候 一千的出来 但是从来没有过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种罪恶的东西 因为在你的里面 它虽然已经 试过了很久 可是问题 是那个罪恶 没有办法离开你 那个意识形态 没有办法离开你 所以 当你在星期发光的时候 你这个光 蜡烛 点光是需要燃烧的 耶稣发起光 他是需要被钉死的 我们要看他的荣耀 那个荣耀是什么 就是死的荣耀 就是完全牺牲的荣耀 一个人如果没有牺牲 一个人没有定死 是看不到光的 所以你要感谢神 当你要花光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就近你 这些人就操练你 越光越亮 让你越放下自己 你不要遇到事情 就说这是征战 我要放弃自己 不是这样的 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应该跟说神啊 帮助我 真的帮助我 让我真的能够走过 做一个基督徒 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当你跟你接触的时候 的确实需要怎样 需要支持自己 需要把自己放下来 跟神说神啊 我要有更大的光亮的时候 我必须要想更大的牺牲 兄姊妹 在去年一年 我们的教会 开始做门徒训练 我们也看到 我们从养育班 门徒班 精英班 看到很多人 都来接受这个训练 我们也看到教会 有去年 有一百八十几个人加入教会 当然我们教会最多的 一年是三百多人 不是去年 但是我们今年就看到 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像三百个人传福音 然后呢 代行三百个人信耶稣 让我们再一次的想到说 我怎样的改变 我的整个价值观 我属世的价值观 怎么样被挪出去 神的价值观 怎么进到我的里面 我怎样的把属世的想法 挪出去 把神的想法放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怎样去建造一个 美好的伦理道德 每天都充满了 神的平安跟喜乐 在我的里面 叫我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 一切都因着我怎样 慢慢在改变当中 慢慢在改变当中 我们的文创 我真的很感谢神 神给我们一个 那么大的产业 真的很大 我现在从健康路看上去 就会看到怎么那么大 你知道吗 那你看到的那个大只是一半 那个我们的主要的祖堂还没盖 盖起来的时候 你看了以后你真的会 你会吓到 都问我说牧师你要做什么 我告诉各位 那就是喜安 是要兴起花光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敬拜 我们要做门徒训练 我们要走进这个社会去 音量这个社会 让穷人知道 在没有钱的地方 也有可能建造 这么大的一个教会 我也要让很多 活在世上的人知道 神在我们当中做的大事 我也要让很多人知道 这个地方是 我们向世人接触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产业 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产业 当那个地方开启的时候 那个产业就会进来 因为那很多产业是秘密的 你知道 我现在不能跟你诉说 你知道不能跟你诉说 我也发现到 当这个文化中心 我们的文创中心 开始开的时候 很多很奇妙的人 就涌入这个教会 因为光在这里 很多人希望光的人 他就一直跑进来 他一直希望进来 能够改变这个社会 能够贡献他自己 自己给神 前阵子有一个夫妇吵架 夫妇吵架 蛮有趣的 那个太太 她们不在这个教会 她们在另外一个教会 然后呢 那个太太 就不跟她先生上教会 自己跑到这个教会来 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 都发现到 我这个教会不错 然后呢 她就一直 要我去看她的先生 当我去看她先生的时候呢 又发现到一件 很有趣的事 这个先生是一个 非常出名的人 他盖得非常好的房子 这样 搞得好 很好的房子 那我就 问这个姊妹 说姊妹啊 你 你在做什么 她说她是 在做展览的 就是这种艺品展览的 画画展览的 我就跟她讲说 我们将来需要你这种人 你知道吗 哇 她就开始 一直跟她先生说 啊 我们一定要到这个教会 去做这个工作 你知道吗 将来呢 展览啊 我能够为神做一些工作 你看喔 神喔 当一个光一升起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怎样 涌进这个光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怎样 拒绝这个光 我已经有意识到在 我们要搬进去之前啊 我们就有一场光暗的战争 很大的战争 真的 有很大的战争 这个战争我已经 意料到她一定会怎样 她一定会来临 你知道吗 长老会一定会控告我们 非法使用文创中心 你看到 所有会杀你的人 都是你的朋友 小心 你知道吗 但是我知道 有一天啊 我们 我从三十几岁就被杀 杀到现在六十几岁还没死 就知道 我再怎么样也不会死 也不要怕 你知道吗 但是有一点 弟兄姊妹 我再提醒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到你有光的时候 有光的时候 我读给各位听 当你星期发光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到底有什么事 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念给各位听 我念给各位听 当你星期发光的时候 我念给各位听 万民都要救你的光 金王要救你发现的光位 所有的人都要救这个光 除了黑暗之外 不喜欢 不喜欢光的人 他会离开 还有一样 大海的丰盛的货物 会来归你 内保的财物 也会来归你 成井的骆驼 也会来归你 所有最好的乳香 莫药都会来归你 我再说一次 当你星期花光的时候 所有的财宝 所有的货物 所有的美物 就在你的身边 为什么 简单一点 当你的人际关系 非常好的时候 有没有人很喜欢你 当你每天都在帮助人的时候 有没有人每天都会想到你 会不会 当你每天把爱佛做的时候 有没有人想到说 这里有问题 请你来帮忙 对不对 当你是一个神手 重要的百姓的时候 你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 很重要的焦点 是因为你成为你的家庭 你的社区的灯塔 我提醒各位 今天我们要星期花光 跟我说一次 我要星期花光 我要从黑暗当中 从幽暗当中 被挪出来 成为光 我要吸引所谓幽暗的百姓 黑暗中的百姓 进到大光的里面 哈利路亚 再祷告一句话 我是光 万国的财宝 货物 美好的真品 都会来归我 我是丰盛的 我是喜乐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后我们再次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整个教会是星期花光的 主啊 带我们 带领我们 让你的光光照我们 让黑暗离开我们 不只这样 也让所有的百姓看见了你的光 也看见了我们的光 就来救见你 主啊 再次恳求你 让这个社会不要有黑暗 则盖 不要有幽暗则盖 让整个黑暗幽暗的 环境 因着你 变成圣洁 变成慈爱 主啊 让我们在 台湾这个环境里面 因着你的光 我们看到希望 所以再次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改变 我们的 价值观 改变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过着天国的生活 我相信 因着花光 我们是卓越的一群 我们是非常卓越的一群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所爱 所喜悦的儿女 神大大的恩待祝福我们 感谢赞美主 主我们现在要奉献金简 在你面前 也求你悦纳 也求你大大的祝福 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喜乐的来奉献 这样祷告奉告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公子妹 你如果第一次来到教会 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你如果第一次到教会来 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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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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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我们把金钱奉献在那面前求你耶娜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求你来祝福我们 有千百万倍的收成 也求你通过奉献 让这些奉献 我们的子孙们都有分以这个奉献 让这个祝福不只临到我 临到我们的子孙 也临到我们所寄住的环境的当中 我们这样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准备再次请向歌笔来说 新年快乐 请各位站起来 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我所生 我每逢居目观看 你说所招 一切几妙大功 栏目眼前行使 又听到笼笼雷声 你的大能 也满掉一着重 我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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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我们来大声啊 喊七声哈利路亚 也许基督恩典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满满一文同在 让我们在地上 兴起华光 让被黑暗遮盖的大地 幽暗遮盖的万民 都因着光 走向耶稣基督 我们这样祷告祝福 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先向前走 我去看这儿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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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看这儿子的名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